小米進軍新能源汽車 現在入局遲不遲? 自稱說虧得起 但技術不足競爭激烈 小米為何敢入局?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3月28日 中共新華社剛剛發文 聚焦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隱憂 才過了兩天 小米就公佈了造車計劃 正式加入新能源汽車行業 這樣小米為何要在此時宣佈造車? 他將會面對什麼風險和挑戰? 早在2013年 小米的創辦人雷軍 又曾兩次到美國訪問馬斯克 並公開表示 對特斯拉和電動車抱有極大的好奇心 到了2017年 雷軍創辦的信維資本 已經開始投資火箭和衛星領域 要與馬斯克的星鏈計劃展開競爭 現在雷軍又似乎與馬斯克 在電動車領域一決高下 這樣他能否成功?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些話題 3月28日 黨媒體《新華社》發出報道 批評目前新能源汽車行業中 存在的種種問題 特別是虛假宣傳、虛火過往等 已經成為制約行業進一步 健康發展的隱憂 報道還點名批評恆大汽車 是紙上造車 說有些企業根本沒有買出一部車 市值就已經達到幾千億 恆大跨界造車後 市值已經超越上氣集團 僅次於比亞迪慰來 根據目前公布的2020年全年業績 恆大汽車98.8%的營業收入 來自醫療、美容和健康管理收入 但只有1.21%的營收來自新能源汽車 在新華社點名後 恆大30號的股價受壓 但剛剛昨天恆大汽車迅速公布 旗下行持汽車 將會在4月的上海車展兩相 報道還說 部分地方政府盲目競爭 引進新能源汽車項目 但其實隨著新能源汽車的加速發展 產能過剩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在去年12月 中共國家法改委公開表示 2019年汽車產能利用率 比2017年下降了將近20個百分點 而在今年3月 江蘇省發改委通知也顯示 在2016至2020年期間 江蘇省汽車整車產能利用率 由78%下降到33.03% 換言之 近七成整車產能過剩 據統計 目前各大車企 現有在建規劃中的新能源 成用車產能累計已超過2,000萬部 而2020年的新能源汽車 零售量是110萬9,000部 也只是在銷量上 將近20倍的產能正在等待被消化 但在這樣的背景下 小米為何還要加入到智能電動車的生產行列呢 3月30日晚上 小米宣布正式造車 計劃成立一間全資子公司 負責智能電動汽車業務 首期投資為100億人民幣 預計未來10年 投資額為100億美元 小米的CEO雷軍 將會兼任智能電動汽車的行政總裁 而在之前 從今年2月份開始 其實就不斷有各種消息傳出 小米準備造車 並披露了許多細節 也導致小米股價上升 但直到3月26日時被小米否認 現在經由創辦人雷軍正式公布 小米造車的消息總算是塵埃落定 不過由目前的情況看來 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競爭 已經相當激烈 其他人電動汽車已經做了5、6年 小米這個時候才下場競爭 會不會太遲呢? 據媒體報導說 在今次的發佈會 雷軍還頗為悲壯地說 將會是她的人生中 最後一次重大的創業項目 並說願意壓上人生 所有積累的戰績和榮譽 為小米汽車而戰 說完了 雷軍對眼已經有雷光 可以提出雷軍做這個決定 需要冒很大的風險 也確實下了很大的決心 不過雷軍曾經有一句名言 被相當多的創業者都奉為經典 叫做 站在風口上 豬都可以飛起 這樣看來 新能源汽車行業也一定是站在風口上 不是怎會吸引到雷老闆 毅然決定加入這個行列呢? 這樣我們就來看看 中國新能源汽車這一股風 到底有多大? 根據中國《公信報》的說法 中國新能源汽車 2020年的產銷量 連續6年 位列世界第一 累計銷量已經達到550萬部 而在中共的十四五規劃 同2035年遠景目標裡 新能源汽車被列為構築產業體系 新支柱的戰略性 新興產業之一 尤其在去年12月2日 中共還公佈了2021至2035年 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計劃到2025年 令新能源汽車 要達到新車總銷量20%左右 到2035年 令純電動汽車成為新銷量汽車的主流 而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 2020年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佔比只有5.4% 這也就是說 政府的政策和數據 都釋放了強勁的信號 要在5年的時間內 令新能源汽車佔比 由5.4%提升到20% 這也意味著接下來的5年 將會是新能源汽車 在中國的快速增長期 甚至在未來的十幾年 幾十年內 新能源汽車都將會成為封口 3月11日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曾發表數據 顯示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量和銷量 繼續刷新歷史記錄 在今年2月份也突破了10萬部 同比增長7.2倍和5.8倍 雖然近年來 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政策不斷縮減 並且計劃將會在明年平穩地推出 但根據中共財政部2021年 節能減排補助資金預算通知 2021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接近376億元 相當於2020年的3.34倍 可以看出那種利好政策的加持 對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刺激作用是非常顯著的 相信這也是促使小米在新能源汽車業佈局的最重要因素 當然小米也不是貿然進入這個行業 據雷軍介紹 由今年1月15日起 小米開始調查研發內部討論很久才作出這個決定 雖然電動汽車市場相機無限 但現在也非常豐富 而且動不動就需要過8億規模的投資 就算是向好的方面說 也需要3至5年才能見到效益 不過雷軍就表示 現在的小米公司已經有了累積 截至2020年底 有1080億元的現金餘額 他更好豪氣地說 現金多我們虧得起 小米身為熱門的消費品牌 而且不斷擴大全球能見度 和其他中國對手相比 算是擁有優勢 而此外 小米還有一半多人的研發團隊 有全球領先的手機業務 以及智能生態 這些都是小米造車的重要支撐 其實小米和雷軍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早就有佈局 在整車方面 雷軍掌控的順維資本 在2015年投資了蔚來汽車 又在2016年和2019年兩次 投資小鵬汽車 在軟件方面 小米除了和比亞迪 共同創立聯合實驗室 還在手機內置了比亞迪 和小鵬汽車的車市 同時還支持蔚來汽車的智能控制等功能 較續時 小米還和一氣轎車簽了智能汽車合作協議 在研發方面 小米已經靜靜地申請了多項 與汽車有關的專利 積極踏入智能汽車領域 而小米集團目前和汽車有關的專利數 已達到834件 涉及車輛定出巡航 車輛操控 車輛導航 停車訊息預測等內容 小米集團在公告說 小米希望用高品質的智能電動汽車 令全購用戶享受無所不在的智能生活 這句話似乎也表明 未來小米的智能電動汽車一定會和小米的智能家居構成互動 這樣 是否就意味著小米造車一定能成功呢 這也未必 有幾方面的因素需要考慮 首先 在資金方面 有分析就認為雖然雷軍不怕燒錢 但是造車絕對需要大手筆 特斯拉由成立到盈利的過程中 燒錢超過50億美元 維來汽車的CEO李斌曾經表示 沒有200個億不好造車 這個200億指的是人民幣 我們知道去年10月份 加電大亨大深已經宣布放棄 蓄資36億美元的電動汽車計劃 也就是說 有200億也不輕易造車 在中國 雖然經過幾年的發展 新造車勢力的業績逐漸好轉 但是仍然虧損 例如 維來汽車由2017年開始 連續4年累計虧損300多億 2019年虧損113億 2020年仍然虧損53億 理想汽車2019年正虧損24億 2020年正虧損1億5千萬 小鵬汽車2019年正虧損37億 2020年正虧損27億 如果按這樣計算 小米首期投資的100億元人民幣 並不算多 甚至乎在一年就會用完 一旦進入造車領域 至少需要100億的資金 小米還要兼顧手機等業務 它的自由現金流的壓力可想而知 即使小米資金儲備充足 但是它推出第一款產品 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 戒線呢 市場競爭將會更激烈 那對於未獲得市場前期紅利 而且毫無造車相關經驗的 小米來講風險較大 此外在今年1月 美國國防部將小米等9家中國企業 列入中共軍企黑名單 要求美國投資者在今年11月11日前 出售黑名單公司的股份 雖然該禁令在3月13日 被美國聯邦法官暫停實施 但對小米來說 這也是一個影響極大的不確定因素 其次在技術方面 雖然小米一直為進軍汽車領域鋪路 但是在自動駕駛、智能駕駛艙 三電系統等領域還非常缺乏 這也是未來新能源汽車的核心技術 當然技術不過關 是中國新能源汽車存在的普遍問題 據中國市場監管總局數據 2020年新能源汽車因為三電系統缺陷回收 佔回收總數的31.3% 另外據缺陷產品管理中心 收到消費者提供的汽車產品 缺陷線索的數據 新能源汽車缺陷線索 關於動力電池、電機、電控系統的問題 將近一半 此外中國電動車的一些關鍵零件 也依賴入口 譬如中國車用晶片 大約90%依賴入口 如目前的全球晶片方 不僅使傳統汽車巨頭豐田、大宗、福特等 被迫減產甚至停產 而且也影響到中國市場 在前幾天3月26日 蔚來汽車剛剛宣布 因為晶片短缺 合肥製造工廠停產5個工作日 並且還下調了第一季度的交付量 而特斯拉也在近日先後 將中國市場的Model Y 和美國市場的Model 3價格進行上調 被葉內認為是晶片短缺 導致生產成本提升 所以雷軍能不能贏到馬斯克 關鍵是要看技術 就像小米雖然手機銷量位於世界第三 但是自己研製的手機晶片 就以失敗告終 所以對於小米和眾多中國本土 汽車企業來說 缺乏新能源汽車 所必須的核心技術和零件 將會是他們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節目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